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我是Jusco 我是Julian Pinchy 我是Ray 我是Kenny 我是Felix 我是Howard 我是Leobo 各自有自己的生活 不同的習慣 甚至工作的時間 所以要約他們 我們有個group chat 但他們不是每個人立刻回覆 有些喜歡就回覆 有些就沒有反應 然後你又要隨便打給他們 你行不行 這兩個因為他們是名正言順的一群 很多時候 一個又等另一個 搞到我整天都要兩個一起去問 但他們又不是整天一起回覆 這樣 大家要知道 他一傳出來是整個板紙 當我們有工作的時候 很難看完他 你們的工作就是打機 不停打機 打機 但錄音他們又要聽 不是 現在錄音是兩三分鐘的 對 下次可以直播 開Live WhatsApp開Live 所以你想我多難做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要求 我覺得大家都很開心 有個機會去嘗試到這件事 因為寫真集 我年輕都很想出 沒有人幫我出 你年輕上出了 沒有人想買才行 嘩 嘩 嘩 Winchy 其實細心到 邀請了拍攝 和我們的風格 一起去吃了一頓飯 去了解我們 究竟想要些什麼 或者想出來的畫面是怎樣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很仔細的 這次很特別的是我們有十二個兒子 各自有不同的性格 所以我們在編排的時候 都盡量去想 哪個和哪個Crossover 有時候日頭的 可能我們找一些 陽光一點的 譬如晚上的 找一些暗黑一點的 然後看看他們又懂得什麼造型 撞一些新的idea出來 我想說 拍攝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收到不同的衣服 是超羨慕的 因為每次我的服裝就是 一條白色大褲 一條白色的背心 我也想的 但我沒有這樣本錢 浩浩其實是一向 她的身形都是 其中數一數二的 而且她自己也想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寫真裡面 最突破的照片 其實都是來自她的 寫真有些長口都比較性感 有機會拍攝的時候 還有其他不認識的人 途人經過 看到她們都可以 很放 我們的粉絲很光闊 那個層面 可能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 有一個跟我說 我想是一個媽媽來的 她說 我買了三本 我打算送給朋友 誰知道你裡面 有這樣的照片 不穿衣服 我現在都不知道 送給人 好不好 然後問我 其實這些全裸的照片 是想表達什麼呢 其實都是那張 那我就說 其實表達什麼 不如你們自己研究 你決定 我其實是 挺開心 可以這樣做 因為你平時不會 無緣無故拍攝這些照片 還有你知道 有個專業的團隊 在幫你拍電視 應該是漂亮的 而且始終演員 都想衝破自己 挑戰自己 那就試一下 而且不是只有路股嗎 另外路股那個不是你嗎 我覺得 其實健康的性感 如果大家看到 今次這個寫真裏 任何比較性感 或者暴露一點的照片 都沒有淫蝕的成份 雖然我們穿著底褲 但我們是 以玩遊戲的形式去拍攝 所以不會覺得尷尬 或者更加不會有一些 覺得是色色的感覺 而且內褲的風格 都比較復古 所以其實都不是 其實可能 家中自己的 那條榮富總聖感覺 那個底褲 其實我們是那天 在這裏親的 接著那個攝影師 就拿了相機 即是你們不是擺姿勢拍照 不是 即是無緣無故自己 不是 我們親了一口 然後攝影師 叫我們繼續 不要停 是嗎 其實我們拍的時候 剛剛是我們最熱暖的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我們 都會比較親熱一點 那 不 現在 現在沒有那麼容易 情難至今 過了熱暖 現在我們是成熟了很多 一年而已 好 眼瓣淚光了 大家都可以問 這張眼瓣淚光了 那張眼瓣淚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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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可以調轉我們 去交流一下 去學習一下 和上一下他們的節目 亦都等多些台灣的粉絲 可以欣賞到我們的節目 以前浩浩在台灣讀過書 生活過一段時間 所以你都想 今次找一些舊朋友 對 對 很開心 真的 回到以前讀書的時候 對 今次回去 除了我 上別人的節目 也都可以 我想起很開心 也可以見回以前的朋友 因為疫情真的 很久沒見過 今次去台灣 除了去見識一下 當地的LGBTQ文化 他們的節目之外 我們自己都可以拍些花絮 以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去看看當地的文化 到時或者展輯成一個節目 又送回觀眾